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晚安 您好 我是魏宇田 馬上就來迎接週末假期囉 而的確台灣受到了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天氣依舊是非常的晴朗悶熱 而在高溫發生的地區呢 其實跟昨天很像 包括了大台北盆地 還有在西半部的內陸地區 以及花東縱谷都是特別的熱 不過高溫發生的時間 就跟昨天有點不太一樣了 所以是一早開始就很悶熱 而在今天早上來講呢 因為在海峽這邊 有一些雲系的影響之下 不過呢這些雲層 在稍早的時候就有逐漸消散掉了 而在今天主要的高溫時間會比較多 集中在中午前後 而的確有觀察到說 在剛剛的中午12點鐘 像是北市的信義區 已經飆到了36.4度的高溫喔 而在降雨的部分來講呢 今天在午後山區的部分 一樣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容易有照大雨勢發生的情況 而在平地受到影響的呢 像是呢在大台北的盆地 以及花東的近山區 一樣會有比較高的降雨的機會 而再來看到在週末假期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因為各地的雲涼還有水氣 都會在明顯的增加 因此呢主要影響的範圍 就是在中午過後的時間 可以注意到呢 雨區會明顯的擴大到整個西半部地區 不只是北部 就連中南部呢 也會有開始有明顯的雨勢發生了 而的確台灣現在目前都是受到了高壓的影響 但是呢這個高壓並不是一直都在喔 像是到了下個禮拜一開始呢 我們就會處在一個相對的低壓帶的範圍之內 而天氣上面水氣方面也會明顯的增加 來看到在降雨的部分 除了清晨到早上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就會有一些的局部短暫震雨出現 在離島的澎湖 金門 馬祖呢 也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而最主要影響的時間 一樣是在中午過後 而且呢到了下周是全台各地 由北到南都有很高的降雨機率 而且目前來看呢 至少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而且還會比起這個週末假期來講 水氣上又會來的更明顯 再帶你關心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報 首先來看到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30到32度 雙北市31到36度 桃竹苗地區30到35度 降雨機率最高是在雙北市來到40% 中部地區台中32到35度 彰化南投30到35度 雲林扎義29到34度 降雨機率都是20% 往南部地區移動 台南29到32度 高屏31到35度 降雨機率也是一樣 都是來到20% 東半部的宜蘭30到33度 花東30到33度 降雨機率也是一樣 來到20% 坐視在外島的部分 連張28到31度 金門澎湖29到32度 降雨機率最高可以來到30% 最後的天氣小丁寧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開始天氣都是相當的不錯 外出一定要記得做好防曬了 而在午後的降雨的部分 包括了北部還有在各地的山區 陽陽岩防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而尤其是到了明天開始 這個週末假期的中午過後 更是要特別留意 雨勢會更加的明顯 如果要安排外出行程的話 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解決器上 感謝你的收看